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不是的 我要找个金牛座就要在冬天 因为地球会绕着太阳运行 那它绕着太阳运行的光转一周是一年 所以一年四季的星空都不一样 所以可以认识四季的星空 其实你还会认识太阳系的八大行星 那这些行星跟地球有什么不一样 有没有哪颗行星它可能有跟地球一样的环境 譬如说火星 最近的科学家在火星上其实有发现水 那有水就可能有生命 如果我们对太空认识多一点 可能就会启发我们的好奇心 进一步去研究 说不定有一天我们就可以到外太空去探险 这里面除了星星星座的故事 还会告诉我们 星星的颜色其实都不一样 可能有蓝色的 可能有白色的 甚至有黄色的 还有红色的 这是因为啊 这些星星每一颗 它们的寿命都不一样 蓝色的白色的 它们可能是比较年轻的星星 温度是非常非常高的 如果是红色的星星代表就说 嗯 它们已经有一点年纪了 温度已经没那么高了 在这本书里面 含过很多很多的 天文方面的知识 以后小朋友 你再看到星空的时候 你可能就不会说 哎呀这颗星星我不认识 你从里面可以看出好多 天空知识是很丰富的 而且呢 当你常常观察的时候 它们真的就会像你的老朋友 每年会在固定的时间 在那里等你 除了这个 其实还有一本书 月球不可思议 中秋节的时候 我们不是都要赏月吗 那中秋的月亮真的特别圆吗 那月亮上一会有些什么 我们每天会看到的是月球 可是你知道吗 你看到其实是月球的一面哦 而且的另外一面 它的背面 其实我们从来没看过 有谁在那里 有没有嫦娥 还是有没有玉兔 还是五刚花柜就在那里 不知道 等着你自己从这本书里面 自己去发现 你想要知道的答案